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部影片是在說明說 如何的將應用程式雙開 當然不僅止於LINE或Facebook 任何一個應用程式 只要這個APP有支援 它都可以雙開 那這方式它是不用Root的 首先呢我們找到這程式 那這程式等一下我會放在這個影片的說明欄裡面 好那我們把它打開 首先進去你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 我們以LINE做舉例好了 進到這畫面之後呢 你可以修改你要多開應用程式的名字 然後下面奇奇怪怪的東西 你都可以做修改 之後我們就按打勾 然後再確定它就可以開始做了 那這步驟會比較久 我們先取消掉 那升好的檔案呢 它會放在這右上角 我先把這程式重開一次 因為我剛已經升過一個檔案了 就是這個檔案 這是我多開的這個雙開這個LINE 那我們把它安裝 好 那稍等一下就安裝好了 那其實事實上我們是不建議在手機上進行LINE雙開 我們會比較建議 那個不是LINE Facebook或Messenger 這些應用程式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去做雙開的一個動作 那LINE的話雙開 你可能會牽涉到一些 這個ANGEL ID的問題 假如說你ANGEL ID被換掉的話 那你兩個帳號會同時掛掉 這是比較麻煩的一個問題 那各位應該知道我們得這個LINE的官方已經成立了 那有問題的話你可以在裡面問 那當然我希望你們各位發言的時候呢 可以先做一些爬穩的動作 因為其實事實上 90%以上的這個問題都是問部落衝突師傅 那其實我也非常煩惱啊 那這問題我們稍後再討論 我先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到這是一個全新的LINE啊 那還有 這是我目前在使用的LINE 可以看到有兩個LINE 那這樣就完成這個應用程式雙開了 那當然這是適用在任何一個應用程式 只要那個APP讓你用雙開的動作就可以了 好那剛剛我們提到這個LINE官方的問題 其實這部分呢 其實我都發現各位90%以上的人 都是問到部落衝突師傅 那在這邊再跟各位強調的是就是說 他師傅其實他不是很穩的 就是有時候會進不去他是正常的 你就多試幾次就好 其實不用連問題都要問吧 而且真的說我們家好友的時候 我們都有針對那問題特別的說明 那各位很多人也都是沒看 就是在問一次 其實也造成我們很多困擾 因為今天其實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高一的學生 那 期間我去剛考完秉檢 那就有人只問我說啊 為什麼你都這麼慢沒有回覆 那大家知道如果要考個證照 你當然需要非常多時間去讀書之類的 加上我前幾天 我現在每天晚上都要打工啊 其實也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幫各位回 那我能做的就是 有空的時候盡量的幫各位去回覆 那也希望各位在詢問的時候 態度真的要好一點 因為有些幹給我的話都出來啦 我真的是 呃 也是 就 也不知道說什麼 好 那麼今天重點不是在講這個啦 我們是在講應用程式雙開 這個部分 那教程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希望各位可以祝我今天考的比例可以過關啊 因為其實題目有點困難 好 那謝謝大家的觀看 掰掰 掰掰 說說 好的 類別 可